超级市场这么多 哪里会还有这种行业 巴塞里面是没有生意 每个人都跑购买 再接下去这个行业就没有了 我的名字是黄顺龙 我的职业就是卖这个菜 我在这里38年了 1980年到现在了 生意啊 完全没有生意 以前整条街都排到满满了 现在你看每个人的位置就这样大 因为没有人卖 是不是排大一点 因为一下雨啊 生意就剩下50% 不像以前 以前你下雨他们也是来买 现在一看到几地雨下来了 他们就跑了 不要卖了 年轻人又没有人要接班 我孩子也不会来啦 他也不想来啦 他有他的工作嘛 有很多顾客欠了钱 因为他们没有人力还啊 他们也没有卖了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收 就是这样 所以那笔账就是报销了 没有拿回钱 当然是亏本哦 就是在亏本 所以打看啊 看行情可以许可 就多做一两年咯 不可以啊 就不要做咯 压力当然会压力嘛 你每天要给那些费用啊 你卖不够本钱 你要怎样还那个费用 工钱你一定要还的啊 没有办法算 你马上亏本啊 你就马上不要做嘛 为了家庭啊 你就要做啦 这个地方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咯 我们在这里这样卖的 就是算是批发咯 我们的批发是给这些 四巴萨的人啊 那些在巴萨里面 卖吃的熟识的人呢 什么人都有啦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地方啊 你看那些菜来看圣江端 我说圣的菜都是给老年人啊 他们可以去分给那些贫穷的人 他们也可以去煮了 让那些没有人力生活的人去吃哦 不要讲既功德啦 还是你圣的啊 你有良心你就给他们咯 这个行业没有啊 因为就是没有生意咯 没有生意才会结束咯 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啊 OK啊 哎呀 不要做我的工作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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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